一早高雄迷陀舊港橋呢 進行改建工程 沒想到卻相當的不順利喔 現場將近20多位李明道場 阻撓工程進行 據瞭解原來是當地民眾 很不滿未來新設計的橋樑 高度將提高一公尺 那麼警方獲報呢 也道場協助 不過一度也爆發警民衝突 好那是可以看到啊 李明一度闖進橋樑 實施工程區域遭到警方 勸離發生肢體衝突 那事發就在11號上午的8點多 彌陀區的舊港橋呢 鄰近阿公電系的出海口 因為受到海岩侵蝕嚴重的檢測後 橋樑結構混凝土剝落 鋼筋也嚴重鏽石 鑑定市圍橋必須要改建 那麼除了拓寬呢 還必須提高約一公尺 預計明年底會來完工 不過如今當地居民卻很不滿 這提高後呢 未來通行會相當的不便利 那公務局貨報呢 也說後續呢 江和李明來好好溝通 避免再發生這樣的衝突事件